阿嬤對妳好嗎 阿嬤對我不錯 怎麼說不錯 因為我小時候是跟阿嬤睡在一起 因為以前我們家 我後來才發現這個秘密 就是我發現很像是 孫子還小時候會跟阿公阿嬤睡 然後這樣可以讓爸爸媽媽繼續做人 對 所以我小時候是跟我奶奶一起睡 阿嬤很聽你 非常疼 對 有一首歌是潘南班唱的 外婆的澎湖 外婆的澎湖 對 為什麼 因為他跟外婆一起長大 我年紀還上青 還不知道 裡面的歌詞是什麼意思 說實在 奶奶 媽媽都很疼心 對 對 為什麼這個值得講 拜託的 那就是感情 阿嬤是用什麼你幫你吸引 是阿嬤是很嚴的 你要回家 你好好討論一下 不能看電視 對 一定跟別母說我不要去阿嬤吃 你不要來 對不對 阿嬤是一個寵孫子嘛 對 我其實覺得啦 我還蠻支持阿嬤寵孫子的 阿公阿嬤寵孫子 因為教養這件事 真的不是阿嬤的責任 是爸爸媽媽的責任 那阿嬤的責任就是什麼呢 海妮若孫 疼愛孫子 是 那這個在心理上是很有很有意義的 因為如果阿嬤也這麼嚴格 媽媽也這麼嚴格 每個人都這麼嚴格 那其實那個孩子可能就會感覺到 那種被疼愛的感覺 就會少很多 那阿嬤這種無條件的愛 時間很充沛 然後完全地陪伴孩子 這在他成長的過程中 他會有一個很好的依附關係 是 所以其實我在做諮商 我還蠻多當事人最懷念的或是最想要 然後常常陪他來都是阿嬤 然後那個阿嬤 你看他那個年紀大大的 把他的孫子交給你說 拜託你了 幫助他 我就會覺得好感動 就是那個無條件的愛 那他們也真的很愛阿嬤 那這種愛對孩子是很有支持的力量 我還是蠻支持阿嬤的 但是有時候遇到說 像那個小孩 因為他是在哭的時候 跟爸爸 就跟要那個冰旋風 那我也覺得 如果這時候給他是怕說 他以後用情緒去操控別人 說我一定哭 我就會有冰旋風 所以如果是我 我會跟他說 我如果我是那個媽媽 我會跟他說 你很想吃冰旋風 他一定會 我很想吃冰旋風 他說那你如果想吃冰旋風 但你現在用哭的方式跟媽媽說 那媽媽會覺得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你先不哭了 等你不哭了 我再跟你討論 怎麼樣可以吃到冰旋風 要教育他 對 那我也會跟他講說 如果你想吃冰旋風 何以媽媽不給你吃 那這一次你這麼想吃 我覺得媽媽要有一點彈性 因為彈性對孩子還蠻重要 就是說如果這個世界 一點彈性都沒有 其實對他的心理也會養成不好的狀態 因為病人說我要一定要有 我設定的目標一定要達成 這世界變數很大 一點彈性都沒有 以後很容易夭折的 所以不用那麼擔心 主老師你剛才說 新婦有交代說 那對孩子氣更不好 氣更不好 兵嘛 對不對 有什麼你還要害她的氣更不好 你孫呢 因為所有的兵女 兵女 兵女都是拿來教育 因為你以後自己要培女 阿嬤是來盛孫的 因為他要培的是你老婆老母 因為阿嬤待你沒辦法 待得那麼久 所以一定會盛孫 但是我們會想說 孩子吃冰 那一個哈根大使 你就知道 一個小小的小孩 那個小孩真的對血更會怎麼樣 我也覺得不可能 但是我會覺得說 那個孩子的眼睛你知道 他眼睛是亮起來的 對 阿嬤 那個媽媽不在了以後 我覺得亮起來覺得說 阿嬤會買給我 阿嬤一定 她就會說阿嬤 阿嬤 我想要吃那個 對 那你一定會去買 阿嬤 我會覺得是 我剛開始我會覺得說 可能他媽媽想說一百多塊 捨不得給他穿 給他吃 真的說的 如果像剛剛那個冰線風 如果一直不給他吃 那他從此以後 他這世人最愛的可能就是冰線風 你越不給他吃 他越想吃 對 他說這個不可以吃 很奇怪 你就是要不要吃 冰線你可能不愛吃 但是你就很愛吃 海洛營也不可以吃 但是硬要吃 對 你說你開始一直吃一直吃 我跟你講 說不定他就不會喜歡吃 因為很多東西越緊越嚴重 越緊越嚴重 這個我真的要講一下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很愛去我外婆的家裡 你知道我小時候沒有交通車 我媽媽要回去外公很開心 以前的人在那裡什麼 就是很困苦嘛 你家來到這裡 你要回去外公很困難 所以我們就對媽媽用怕的 你知道走幾小時 可是走幾小時 把它當成一個很快樂的事 為什麼你知道 去我阿嬤他們家 我阿嬤 他會對這裡 果小腳 對 裡面他就有拿準備 一個人五角 你不知道 覺得說拿到五角是多開心的事 然後 放到那裡 我怎麼就沒關係 為什麼 他如果要跟我說的時候 我阿嬤就說 嗯 她很說 小孩子會有一點 一種 要怎麼說 我這時候備受寵愛 是是是 有依靠了 有依靠 媽媽再怎樣都會看到 看在阿嬤的面子上 再來是 我們阿嬤他們家有種 奶雞 有種煉霧 阿嬤有種煉霧 阿嬤有煉霧比較好的 給我們吃 對 所以去阿嬤他們家 現在是有夠開心的 有雞肉好吃 有鮭肉好吃 都有糖 還有零錢 對 阿嬤平常對其他人沒有這樣 沒有 就那就是阿嬤嘛 對 因為我想到我的阿嬤以後 我現在會想到我的孫子 我自己有孫子 你知道嗎 孫子 為什麼喜歡我們 因為你是聖誕老公 會給他八戒 有錢 我覺得應該是八戒 我覺得他如果愛什麼 盡量買給他 一個八戒 孫子 他跟我們家 我就說來 解功課 他不會來 他會不會來 不會 不來了 其實我有時候會去買 那個QQ軟糖 他喜歡 但是我跟他講 一次只能吃一顆 對啊 好 所以呢 他常常跟我講 玩什麼臭米場 他就說阿公 我QQ軟糖 我都沒有咬 他就捨不得 因為他把它咬一咬就沒了 你就覺得哇 跟小孩子剛吃QQ軟糖 有個對話實在是太美妙了 太可愛了 可是吃糖好不好 不好 對 媽媽的角度吃甜食不好 就是 阿公的角度 什麼都可以 對不對 小孩會死 吃得下 吃得下就好 吃個冰 就會氣管不好 吃個冰 QQ軟糖 是死的 哈哈 吃太多 我跟我兒子說 你只可以吃一條 吃完一條之後 爸 拜託再一條就好了 再一條就好了 你就又再給他了 對啊 是 其實透過他求情的方式 你已經告訴他 這個吃多不好 對 這是一個教育 是啊 點多就給他吃兩顆 但是從此沒有 你就沒有 你又告訴他 吃糖會注意啊 吃糖會吃不下飯 對 吃糖對身體可能不好 所以不要吃多 可是我覺得這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阿公 真的只會給他兩顆 真的 因為阿公的狀態就是 看到孫子這麼開心 下次就會再去買 偷偷的 不過也是下次啊 那下次有可能一個不代啊 下次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你沒有當過阿公你懂什麼 我是在我阿公小時候 偷塞糖果給我的經驗 阿公也塞糖果給你對不對 他就是看我們放學的時候回來 阿公塞給你幾顆 很多顆 而且他感覺 而且我覺得阿公心境很重 他會營造 因為孫子很多 營造只有你有 其他孫子都沒有 可是其他有沒有 其他我後來發誓大公 那我這裡就說 趕快不要讓人家知道 那為什麼阿公要這樣做 就是想要討好我們 對 那為什麼要討好 看我們開心 你們開心 他就很開心 對 阿公 我問你今天糖尿病了嗎 我沒有 那為什麼 吃那麼多糖沒有糖尿病 可能我以前會有過動啊 但是我沒有糖尿病 是啦 其實不好意思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沒那麼嚴重 對 真的沒那麼嚴重 對啊 我的孫子來 我的孫子 他說阿公你下禮拜帶我去騎腳踏車 我騎腳踏車我就會把他的前座坐 他坐他去逗房 他說他要去什麼 那個遊樂場 你知道有那個溜滑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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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光是載著他 然後他看著他這樣子 那種神器的樣子 叫阿公仔的神器的樣子 你就覺得給他夠本 你真的要寵他 對 愛心 這樣 其實我也沒有買零食給他 我就是跟他說 阿公買鮮奶給你好不好 好 喝鮮奶比較好嘛 對 健康 那我要說就是 一定他覺得阿公好 他不可以跟他家裡 對啊 阿公騎腳踏車 不要 回家做功課 你看他要對你 對 命運好好玩